昨天晚上安安在我们这儿睡的 今天早上弄一个丰盛的早餐 半个凉菜 油热了 抢油 早上我还打了一个黑米米糊 看一下 这个黑米米糊我特别爱喝 尤其是加点牛奶喝 阿阿 昨晚你有没有提我呀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睡得太熟了 一闭眼睛一睁眼天就亮了 阿阿我特爱吃喝这个 大伟 其实早晨值得表扬 给小舅子做的早餐不错 我就按照果果口味做的 我也不知道安安喜欢吃什么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我都不知道咋了 晚上睡挺好的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是吗 这俩小家伙早晨起得特早 六七点钟又听他们起来在外面玩 我先起到 我起来之后叫阿阿阿说他又早起来 我看他们俩起来了 我也就起来了 周末早晨 我常规的睡了会儿懒觉 最后一个上桌吃早饭 这就有点尴尬 这怎么尴尬的呀 休息休息 差不多这么大碗 差不多这么大碗 这么大碗 然后前面一份 然后我拿出来给他压瓶了 然后先从一边开始挖 然后挖完全班的份 几乎就剩一半了 我给他成为一群皮 果果 你过来吃点吧 你看人家阿阿还吃着呢 你这个 我喝完了 还吃啥 你看阿阿的胃口比你好 果果 我说你一句话 小心三四五六年级的大批作业 在家玩了一个中午 小孩子太爱吃冰淇淋了 小月 你都惯他们吧 又给吃冰淇淋 今天中午天气热 吃一点没事 慢慢吃 别着急 要不冰 有这么费力吗 我看你弄起来怎么 这么费劲 刚拿出来 冻得有点结实 果果 等会给爸爸也留点 果果上安安他们家玩去了 我们俩现在去他们办公室 收个快递 我看大伟今天早晨 早早的就起床做早饭 还挺享受这种 家里孩子多热的感觉 是不是昨天 在咱们家睡一晚上 让你过了一把二胎的瘾呢 有俩这么大儿子 感觉挺好 有两个这么大的儿子 感觉挺自豪的 我们家人丁兴旺 现在说的清晓 等他俩成大小伙子 都娶媳妇结婚 让你给准备婚房的时候 你就 你就知道发愁了 不能靠他们自己吗 又是那句话 儿孙自由 儿孙福 手不能动 刚刚你也没拍张吗 没开始比武了是吧 哎呦 摔着你 你踢这只手 来 踢 苏教练上线了啊 苏教练 狗哥你在这干啥呢 吃东西 看他们当吃瓜群众 吃瓜群众 看你俩吃瓜他群众 最近北京不太好收快递 好几天了就这么几个家 这个小月想一出是一出的 今天晚上非要回家直播 咱明天一大早 不烧带果果安安去欢乐果玩嘛 在这直播的话 半夜回家不方便 然后睡一晚上明天早晨回家 时间也很紧张 所以呢 今晚上就在家播 其实我今天晚上想试试我们这个灯 在这里看看他效果怎么样 大伟不愿意在家播 因为他在家直播比较有压力 一是在家里直播 要把这些样品搬回家里 我们家里没电梯 得爬五楼 二呢 邻居都认识 你说我们半夜三个的 在那特别吵 咱们声音有那么大吗 能吵到邻居吗 等会把这些样品搬到楼上 刚刚在这挑了一些样品 装了一小车 大伟对我这个在家直播的提议 今天特别的气愤 他感觉要搬这些上五楼 有点发愁 实际上不多 两个小箱子 一个衣服箱子 我感觉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工作就在这边冷 不要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 主要是这次我们好多新款衣服没收着 还有就是明天早晨出去玩 今天晚上不想折腾果果了 在家播吧 偷个懒 我们现在到家了 刚才把这三四个箱子搬上来够累的 今天晚上八点只是开播 朋友们有空的话来聊聊天 和大家一起放置 我们下期再见 发明晚安 来个人 我的频道 现在我打助 但我后来 他们下期再见 钱 走 我们下期再见